我妈妈感觉跟别的妈妈不太一样 比别的妈妈可能事业心更重 也不关心我 也不问我 我爸找在家 我妈绝对不进厨房 太不寻常了吧 最大的幸福感就是早上起来转棚 你也不用吃早餐 你转圈回来 吃饱了 吃饱了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感 吃完棚回家晚上我得去给她摁腿 为什么 因为她那个腿就是全部都是浮肿的 特别硬 一揉呢就揉一个多小时才能给她揉开 更像朋友还是说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母女 嗯 朋友的多 太有点差了 因为说起时候还真不聊天 跟她见面次数有的时候也是见面很少 一见面就吵架 沟通很少 所以她感觉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天天吹走 妈妈尝妈妈的 妈妈尝妈妈的 就把我喊烦了 别的妈妈像我摄友 经常跟妈妈打电话 然后两个人无话不谈 我和我妈妈基本不打 你找我有事 你说事 说完事咱俩结束就完事 两头孩子都见不着我 孩子睡着了我回家了 孩子没醒呢我走 你现在早上起来蒸上爸 她肯定找爸 她肯定不找妈 这感觉 你咱真是反着来的 反着反着反着 妈妈会做吗 妈妈做的真是一言难尽的 要有个小指板画的 拿个红酒绳给它拴上 禁止入内警告 还严重警告 厨房不欢迎你 那你妈还真是挺 与众不同的 我希望妈妈通过这次绽放 释放出自己的美 然后把自己的 对事业的心 还是对家庭这个心 可以多放在自己身上 做好我们母亲这件事情 我还是希望她以后 可以放到最后一位 做好自己放到第一位 干嘛 你不管你不听了 她都没 没啊 没 太辛苦了 你也懂事 你也懂事 嗯 要哭 好 你修计 我再帮你 我再也不耍小脾气了 哎呀 你修计 我再帮你 这句话呢 该接班了 我也该退休了 这就证明 姑娘长大了 嗯 只觉得她打小玩不起 但是呢 真正听到她的心声 对我来说 感觉也是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